你心里有我吗 妹妹 错过了太久 回到我的身边吧 我已经从过去走出来了 你也最好可以走出来 你就这么想走 你又想如何 妹妹 我想娶你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 之前就对我伪装 现在又掠夺我的一切 你曾经不是喜欢我的吗 我们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彼此陪伴 不离不及 我叫你 难道你是有喜欢的人吗 罗申元 我就知道 这个罗申元一个个之名 天天在你面前晃悠晃悠 怕是早就对你 起了龌龊之心吧 不许你这么说我三哥 你就这么护着他 因为我喜欢他 你敢再说一次 盈盈姐姐 盈盈姐姐你在里面吗 盈盈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盈盈姐姐呢 还疼吗 姑娘 这都几日了 脚怎么还这样 看来姑娘这次 崴得挺厉害的 当日我就应该陪姑娘 一块进房间的 你去不去都一样 那陆家学早就有计谋的 快把山口包上 一会儿三哥来了 别被他看见 三哥 这是六九九特制的地打损伤膏 希望一个晚上 明天就能好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听说你跟赵明珠 去安倍后赴选文化之后 脚就伤了 你去见陆家学了 他对你做了什么 脚为什么会受伤 还别说 这六九九的伤药是好用 用完了我就 你看看我的眼睛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他的事情 我自己会了解的 你就不要插手了 我不插手好啊 你告诉我 你怎么了解 总之你现在羽翼为风 我不想你以为我的事情 而得罪他 我现在操心的是这件事情吗 我跟陆家学之间 已经是死敌了 不单单是因为朝堂之事 更是因为你 玉妮 你心里有我吗 你心里有我吗 你 你 干哥 这份心意 也在心里面太久了 如今 我就是不想骗自己 我可以堂堂正正地 喜欢你了 要是你愿意的话 我 马上为客 我就 去英国公那提亲你